天主教若瑟医院 东泰药局负责人陈县唐医医院与药局曾设申报医疗费用不实 违反全民健康保险医事服务机构特约及管理办法 涉案医师在停止特约期间健保署不予支付费用 东泰药局也被扣减申报的相关医疗费十倍 三十一万一千七百一十元 两人不服 提行证救济 认为健保署违反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 大法官解释753号下午出炉 秘书长吕泰郎表示 全民健保法 全民健康保险医事服务机构特约及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未违限 吕泰郎表示 全民健保特约内容涉及健保制度能否健全运作 攸关国家能否提供完善的医疗服务 是涉全民生存权和健康权 属公共利益重大事项 洛斯医院外科医师2007年与病患共膜混入癌症典体 是做手术而申报医疗费用 诈领保险费部分 健保署扣减一千四百万元 本施宪案主要证典位停止特约 不予支付要局扣减十倍 金额扣以停约的惩罚是否过客 但大法官认为健保法第五十五条与六十六条都有相关规定 为逾越母法授权范围 停结轻重大致区分为 通知限期改善 违约记点扣减医疗费用 停止特约及中止特约等不同处置 其中停止特约 更得是违约情节轻重不同 而有一至三个月不同的处置 并得仅停止违约的科别或服务项目 全部或一部门诊或助诊 令又有可以抵扣停约调节机制 并无不合理之处 司法院秘书长吕太郎说明大法官解释753号 记者王洪顺摄影分享